各位明星網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昊生 我知道疫情之後 經濟復甦 各家產業百花齊放 尤其是汽車市場 近幾年來 屢次突破 46、47萬輛的這個規模 但是呢 我剛剛講的是新車市場 其實在中股車的世界裡面 實際的交易總數 比新車市場還要多上兩到三倍 這個龐大的數字 也衍生出很多的中股車交易平台 以及個人化的中股車的車商 但是呢 你可能會想說 我想要買一輛 我心目中的夢想車圓猛 他maybe 原本是兩百萬三百萬 可是呢 現在只要一百多萬 就可以買到兩年 或者是三年的這個中股車 讓你去圓夢 在這麼多車商 這麼多車輛的流動之下 你要怎麼去保證 你買到的不是問題的車輛 現在呢 泰古汽車集團旗下 他們開發了好車雲 這樣子的一個 中股車的交易平台 有了幾項的保證 讓你絕對能買得安心 買得放心 那這幾項呢包含什麼 來我來看一下我的背板 第一個 事不宜遲 90天見賞期 假設他真的不適合你 你可以在90天之內反悔 你再去物色下一台 這個是放眼全台的業界 沒有人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 我們看到原廠級的保值精品 最主要就是說 好車雲出去的車輛 都經過好車雲 鑑定師168項的車輛的認證 能夠確保車輛沒有經過重大的事故 以及泡水 這個很重要 可能中股車商 充斥了很多泡水車你不知道 但是好車雲的車輛 你不用擔心 那今天呢我們也同步找來 好車雲專屬的鑑定師 黃伯睿你好 大家好我是好車雲鑑定師黃伯睿 伯睿我知道你在鑑定界 其實也待一段時間 甚至資深的鑑定師 那我剛剛聽了你講出一些狀況 我覺得 你們就好像在辦案一樣 有很多的線索 其實要蛛絲馬跡 甚至要找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你才知道這台車到底有沒有 比如說重大意外 泡水 對 我們剛剛講到說好車雲有168項的 這個鑑定的項目 那你可以帶領我們看一下 你們如果在鑑定的時候 最主要有哪些項目 可以 首先我們開始鑑定的話 會先核對這一台車子的車身 核對看看 看它的字體有沒有一樣 有的如果說有變造過的 像這個星星馬 就會 長得比較不一樣 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數字的整齊度也會不一樣 如果做得很像呢 沒有辦法做到很像 這個叫做我們的避震器 這個膠旁邊要去核對看看是不是原廠的 用手去壓壓看 對它原廠的有一點點硬硬的QQ的 對如果說有打過了壓下去會 的聲音跑出來 對所以 如果說這台車子 車身核對之後 我們才會下去看它的 車體的結構板件 OK 的部分 看下一個動作就是我們 會先看它的引擎蓋 螺絲有沒有轉過的痕跡 或者是有噴過漆的痕跡 原廠的話 它這個 中間就有一點點 黑黑白白的一個漸層在有沒有 對就是它腳腳的那個地方 因為在機器手臂在噴的時候 在那個位置 它是噴不到的 所以這個就是原廠的痕跡 那我就好奇啊 那如果說 我換了新的螺絲上去 然後再噴漆 不會一樣嗎 它下面會噴不到 底座的部分 一定會用點漆的 它會噴不到 對然後上面看完之後 一樣要一直 往下延伸下去看 看下面的螺絲有沒有轉過 因為有的 可能就是 拿二手鍵來裝的 就會拆下面 就上下都 我們都要核對一次 然後看它原廠的膠 引擎蓋的膠 這個膠 對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鑑定是在看螺絲的時候 好像在 牙科在看牙齒 一樣 就是 有反射鏡 反射鏡就是 主要是照到死角 的地方 對不對 對 像這個裡面它就有噴 跟防盜微粒碼在這裡 喔 有嗎 你說這個洞裡面嗎 對你有看到嗎 有一撮 啊有有有 像口水一樣的痕跡 那好像髒髒的 那不是喔 那是防盜微粒碼 原來防盜微粒碼 引擎蓋這裡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會看它的葉子板 葉子板 對右邊葉子板 一樣就是 看它的螺絲 還有它裡面的顏色 恩 對不對的起來 所以如果真的是重做過 烤漆過 或是換過 都逃不過你的法院對不對 對逃不過 所以啊 呼籲觀眾朋友們 買車不要亂買 好 因為 鑑定室看這些細節 你絕對是看不到 那這些know how也只有鑑定室才知道 對不對 然後還要去注意看看它的一些零件的出廠年份 有沒有核對這一台車子的 出廠月份 如果 換過頭燈 換過之後 我們就要再往裡面延伸去檢查 它為什麼會換過頭燈 就一定有撞到 撞到 哪裡有維修 就它的頭燈的周圍我們都要去檢查看看 OK 對對對 那如果今天只是頭燈破沒有燒到裡面 就還好 就還好 如果切過做得很漂亮 你也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真的喔 因為你 車子的結構如果要切掉之後 外面的板件一定都要拆掉 所以我們在看外面的板件的部分的時候 如果說有拆掉 我們就會一直往內 延伸一直進去檢查 OK 看到撞幾點撞到哪裡去 所以如果外面板件沒有拆 代表裡面大致上是 可能不會有事 對但是 有的車子是撞到車底板 擠上來的 所以這個車底板下面的部分我們都會檢查 所以真的不能便宜形式 我剛本來想說便宜形式 外面好好的就不用看裡面 不行 監聽室不能這樣子 對還是要看一下 對 好 那 引擎的部分呢 引擎的部分的話 主要它的本體有沒有漏油 引擎是裡面機油蓋有沒有 油泥 油泥代表就是 不常保養 還會看它水箱的顏色 如果水箱的顏色它已經變透明了 或是黑掉了 這就是不常保養的車子 再來會看它的發電機 變速箱 有沒有漏油 然後 皮帶 綜合皮帶有沒有 龜裂 這個我們都會檢查 那這台車看起來是狀況 狀況很棒 好那引擎是看完了 電力是要帶我們去看車側嘛對不對 好那 車側的部分 我們一片車門再看的話 我們會一片車門就用三個位置下去做檢查 第一先看它 原廠的螺絲 你像這個螺絲它就很漂亮 然後我們會看 門板這個膠 你看我們從車門這個膠 上下都要去尋一下 看有沒有重新 對 看有沒有重新打過的痕跡 然後再來我們就會外面看了很漂亮 但是裡面還是一定要檢查 因為關鍵就在裡面 裡面螺絲你有轉過的話 外面做得再漂亮 裡面一定會有痕跡 還有它裡面換過的板件顏色會跟原廠的 引擎蓋裡面的內裡顏色會不一樣 一定不一樣 一定不一樣 所以一片門我們就分三個地方下去做重點 所以每一片門都會做到對不對 對都會做到 包含尾門也是這樣 都是 那如果說車內 車內的部分你們會主要建定什麼地方 我們最主要的話會 電腦診斷 然後 方向基柱的診斷 然後 變速箱的檢查 看看會不會頓挫 冷氣冷度 那所以 車輛的狀況 大部分168箱 都是合格的 大部分都是合格的 包含 像一些耗材輪胎 煞車皮 這些我們都會做檢查 所以 真的消費者要買車 好車瑜 絕對是能夠讓你放心的 經過剛剛 黃國越鑑定師幫我們鑑定的這台全車之後呢 你是不是有一種 好像真的是 刑警在辦案一樣 各項線索 藏在細節裡面 而且都逃不過他的發言 那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這所謂的168項的好車雲的鑑定 你就可以很放心說 好車雲的 出來的這些車 是絕對 拍胸脯保證不會有問題的 沒有重大事故 沒有泡水 這個是好車雲給的承諾 另外呢 原廠級精品車 也就是說在好車雲出來的車 大部分都是接近新車 大概就是4年以內 或者4年5年左右的 高階的車款 如果你正在尋覓一台 心目中的夢想車款的話 你從此也不用再尋尋覓密 全台灣各處跑 你只要在好車雲看到你喜歡的車 行動不馬上行動 就是直接把它買下來了 你也不怕後悔 90天不滿意保證買回 這個是好車雲給的承諾 另外呢 新車等級的保固 雖然好車雲的鑑定師 168項的鑑定非常的嚴謹 但是難保 未來不會有什麼狀況 好車雲 一樣 給你媲美新車級的一年保固 讓你沒有後顧之餘 好最後來跟大家公布一下 我今天現場的鑑定車 經過鑑定師 保證 頭好壯壯 而且 4年來只行駛28000公里 相當於就是一年只保的7000公里 非常的 少喔 而且 屬於青壯年接近新車等級 而且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麼多的保證 好讓你買的安心 想要圓夢 就趁現在囉 好